明天就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 早就視察在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的中央點票中心 她說各項準備工作順利 至於移居內地的港人有沒有資格投票 就要看看她是不是在香港通常居住 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 華朝早到中央點票站視察工作人員做最後的準備工作 馮華說今年一人有兩票 為了應付選票的增加會動員超過兩萬人點票 其中三千多人就會在中央點票站工作 對於已經移居內地的香港人可不可以投票 她說要看看選民是不是還在香港通常居住 如果是有內地回來投票的 如果她真的不是通常居住 她就沒有投票資格 但如果她雖然有時在外地住 但她在香港仍然是一個通常居住的居民的話 她仍然是有權投票的 今年有二十多萬的選民被剔除 馮華說多數是因為選民搬屋之後沒有更新資料 都是沒有改的地址 也有些是或者有些地址輸入的時候出了問題 所以現時來說應該都是地址的問題是搬了 沒有改的 選舉事務處都是增強抽查的了 但抽查畢竟都是一種抽查來的 你如果不是說三百多萬的選民 全部拿了他的地址證明的 你抽查一定是可能她還有些遺漏 至於送到中央點票站的選票 她說會由警方和候選人的代表沿途護送 鳳凰衛視記者張二宇報導